哇,刚刚那个进攻动作好帅,14比15了,就差一件了,无锡机间是锦赛进入第六天,看台上的气氛愈发热烈,眼下,无锡不少孩子都在学机简, 为了让他们近距离观赏高水平萨时,亲身感受机简式锦赛的氛围,从营入小学组团来看比赛,举带队的学老师介绍,学校从今年三月份起,专门请爱鲁特国际机简俱乐部的教练,来学校推广机简,二、三年级的学生都要学,从基础动作、理论知识学起,孩子们可以感兴趣了, 学生们一边观赛一边回想上课内容,还相互讨论,真正做到学与致用,工程机同学刚开完中国队和韩国队的女子配件比赛,中国选手以15比10赢的比赛,开赛的时候很激动,这是我第一次现场看世界级比赛,我最喜欢配件,左罗用的就是配件, 说完,她和旁边的同学,讨论体怎么区分各个健重,还给记者普及起基建知识,那基建的小孩不仅身体素质好,还能锻炼反应能力,我们梁西区就有6所小学开展了基建运动,徐老师介绍, 据了解,目前无锡市有近40所中小学,先后开展基建课程和社团,推广普及人次超10万人,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基建苗子,去年,无锡市还首次将中小学基建纳入市运会项目,可见基建运动,亦成为无锡独特的城市体育名片, 据悉,2018世界精进锦标赛,于7月19日至27日在无锡市新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,其中,7月19日至21日为个人赛日赛阶段,目前,男女中介,花介,配件6个个人项目的小组资格赛全部结束, 各见仲男女64强全部产生,7月24日至7月27日为团体赛日赛级决赛阶段,并目视于7月27日举行,综合无锡观察, 养子二宝宝的图片,来自新华社,网络。